在繁花热闹的新宿站 穿过人头传动的大马路 一条不为人知的安静小巷子里 有这么一家百年老咖啡店 今天就和朋友约在这里写生 哇 连这个菜单都这么好看 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走进这里就像穿越了时空 昏暗温暖的空间里充满了怀旧的气息 从墙上的一排排古董咖啡杯 到布满各个角落的老物件 很是让人安心 这么漂亮的店铺 忍不住想要把它画下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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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我刚刚写生店铺的时候 没想到朋友竟然画了我 哇 真的很可爱呢 而且还是我们俩人合画的 画完素写终于可以开吃了 真是个美好又值得纪念的早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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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